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有0.12毫米 而且完全拥有自主产权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 研发出这种超薄玻璃的是 泵部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这种玻璃不仅特薄还特别结实 据测试 将一颗约55克重的钢球 从一米高的地方砸向这种玻璃 玻璃居然没有一点损坏 你可别小瞧这小小的钢球 它自由落体运动产生的动力 可是相当于一辆车以时速150公里的速度 撞向墙壁产生的冲击力 这种超薄玻璃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超薄电子触控玻璃 它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 可使用伏法工艺批量生产的最薄玻璃 而且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常见的手机电脑及电视机等显示屏 就是用它作为基础材料制造的 不过制造过程并不简单 为了让玻璃的性能更好 研究人员必须严格控制 所需原料的配比及适宜温度 还要时刻注意高温融化时产生的化学变化 对于应该加什么成分进去 要加多少就更仔细认真了 它们只能不断地去实验 而完成一组测验就要花费很长时间 除此之外 温度对玻璃性能的影响也特别大 必须要让熔炉达到1600度才行 一两度的温差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 制造难度可见一斑 另外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 今天厚度仅有0.12毫米的玻璃 其实是经过了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 我国的研究人员花费了30多年的探索 从最开始的0.7毫米到今天的0.12毫米 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简单变化 而是一个国家逐渐强大的历程 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自豪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是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